习惯了一纸计时 就不再愿意平等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1月7日 美国和中国将举行贸易谈判 寻求解决争端的路径 从美方派出的人员名单来看 这轮谈判将主要聚焦于农业及能源立体 而美股2018年底的暴跌也让特朗股开始坐不住 似乎急于达成协议 安抚金融市场 既然寻求配合 就要拿出姿态 可华盛顿却在一周之内连续四次展示强硬走断 2018年12月31日 特朗普签署亚洲安保倡议法案实施生效 美国将加大对日韩澳等亚洲盟友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 使地区冲突的概率明显升高 1月2日 美国代理防长沙难喊首次于美军 各部指挥官会面时就连提三次中国 要求美军紧忌 1月3日 美方发布针对东方大国的二级旅行警告 提醒美国公民要格外小心不滑旅行 加强防范 因为有可能面临离境境力 美方这种故意栽赃与污名化的恶意行为遭到驳使 此举明显是制造紧张气氛 暗中支持加拿大 并在国际舆论上采取攻势 英媒也指出 美方这种做法并不罕见 因为在2018年 华盛顿也曾对俄罗斯采取过这种剂量 同样在1月3日 日媒报道称美军决定在2019年 将射程300公里的案件导弹部署到琉球 距离上海无松码头近800公里 亦在巩固岛练防御 还将与自卫队进行军演 众所周知 宫谷岛与冲绳岛南端之间的 最长距离是260公里左右 如此一来 美军就能对通过这一区域的舰船实施威慑 数十年来美方毫不掩饰掐断大国 进出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 这一把全行径 可日韩等盟友已经力有不改 美军只能亲自上阵 在街贸谈判前放出这个消息 其目的之音简可见一般 气齿汹汹的背后是一种傲慢的心理在作罪 超级大国已经不会平等地与别国打交道 甚至无法接受达成平手的事实 美国有线新闻网在1月3日刊文称 全球贸易的大幅增长有赖于过去 几十年里降低关税和清除贸易壁垒 只有加强全球供应链 才能达成互利共赢 而今形势逆转 白宫片面追求只对自己有利的公平贸易 与世界其他大型经济体爆发了一系列冲突 加征关税并不会让买家赢和买家输 因为被加征关税的商品 无法在一两年内找到替代品 只会让普通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 博弈很可能是长期的 而只要美国经济受到损害 白宫可能也不得不妥协 日本经济新闻1月4日报道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认为 在持续紧张的大国关系是表象 实质上双方计队里有彼此依赖 美国需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国债 而美国同时也是各国都无法放弃的巨大的出口市场 两国都采取了强硬的对抗手段 形成了新的平衡 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体制的主导权之争 美国感觉到追赶的脚步越来越近 国家主导型的体制似乎越来越优异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 而从美国和加拿大对待华为的方式来看 本就不太牢靠的信任关系正在碎裂 罗奇同时否认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会引发军事冲突 他认为当年美国拨垮苏联的条件并不具备 因为与苏联相比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更强大的实力 能够承受长期的摩擦 掀起经贸大战的结果就是没有赢家 而美国的情况似乎更令人担忧 如今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紧张状态 工资承受上涨的压力 这将加重通胀 美联储有可能继续加息 另一方面 美国的另一个筹码也并非那么有利 将制造和出口基地从大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 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是个办法 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很多跨国企业用10到15年的时间 才建立起以大陆为中心的攻击网络 如果转移到越南 实际上是切一把而动全身 再说很多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并没有完善的基础设 是 也缺乏足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况且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经济对华依赖程度也很深 如果经贸大占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降低到6%以下 其负面影响江波及亚洲很多国家 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开的数据显示 美国制造业活动在2018年12月放缓的程度超乎预期 而太平洋另一端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呈现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双方都需要坐下来谈 而不是谁要求谁 美国2018年12月重型巴基卡车的订单数骤降43% 创造25个月以来的新低 这一数据证实物流液 贸易现状与汽车工业开始趋冷 据德媒报道 特斯拉公司向白宫提出请求 减免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因为贸易纷争而实施的特别关税 从2018年8月以来 特斯拉从大陆进口的汽车电脑中控系统被加征25%关税 而这个部件被称为新型汽车的大脑 如果加征关税的措施一直持续 将令特斯拉、通用等公司的成品质量下降利润受大影响 事实上 从2018年10月开始 特斯拉在华销量已经暴跌70% 可以说美国越强硬越是暴露出某种因为无奈而产生的恼怒 白宫给予从谈判桌上唠叨力等可取的好处 以缓解内部的压力 2019年持球对决的次数估计不少 所以从年初就强调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和打仗意识失位与筹谋 总之不畏任何强敌 不畏任何险阻 做好最坏准备 尽最大努力 夺取最终胜利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